就在4月底 我完成了一件我的人生大事 直发 髮绩线膏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件令我头疼的事情 可能你们看我之前的视频觉得还好 那是因为我涂了一层很厚的髮绩线粉 今天专门把刘海都给梳上去了 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以及分享一下我的直发过程 感受和相关护理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往下看吧 我的髮绩线其实是有点高的 特别是两侧 就好像是缺了两个脚 加上小时候扎头发又特别紧 就是紧到那种 妈妈再紧一点 再紧一点 所以如果你们的髮绩线还不是特别高的话 扎头发一定不要扎得太紧 我总共是种植了3500根 因为我中间这一块也是有一点偏高的 一般审美中 髮绩线到眉毛的长度 不长过眉毛到鼻尖的长度 这样子是比较好看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这个长度 是没有超过的 但是之前我是超过了的 手术当天会帮你先清洗一遍头发 然后和医生沟通 设计髮线剔头 接着就是进手术室消毒 打麻药取毛囊 中途会休息一下吃午餐 休息过后呢就开始种植毛囊 最后就包扎 整个手术过程呢是不疼的 就是打麻药的时候有一点疼 但是我觉得这个疼痛感 是可以在接受范围之内的 不过我觉得打前面的麻药 比打后面的麻药要疼一些 毕竟前面的面部神经会比较敏感 前后大概打了差不多30帧左右的麻药吧 是不是听起来有一点吓人 如果之前有做过全麻手术的人呢 那这种菊麻可能维持的就不太久 所以在手术过程中呢 也可能会出现补麻药的这个现象 后面提取毛囊了的地方呢 是不会再长头发了的 不过这个不用担心 医生会帮你均匀的提取毛囊 不会出现后面空很大一块的现象 毕竟我们后面的毛囊呢 是有很多的 就算取个两三千的毛囊出来 也不会被看出来的 所以这个呢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我是在上海做的手术 为了能够确保手术能够顺利的进行 所以在去之前 我在本地的医院里面 做了一个术前化验 那如果你们也想要去外地执发的话呢 我建议你们在去之前 先在本地的医院 做一个术前化验 以防自己有一些身体问题 不能进行手术 白跑一趟 在手术前的半个月 是要停止服用包括维生素E 在内的所有维生素 以及RSP0类的药物 术后一周建议大家多平躺休息 不要运动 不要测身睡 因为这个时候的恢复期呢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经常平躺休息的话呢 很容易导致面部肿胀 48小时之内呢 可以多冰敷 饮食要清淡一些 不要吃辛辣海鲜 也不要喝酒 吸烟 熬夜 医生会给你开一些擦的药和吃的药 一定要按时擦药服药 术后擦的药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贵的 就是叫新月然的药 2000块钱 就这么小小的一瓶 涂三天这样子 其他的呢 我觉得倒还蛮便宜的 术后的21到90天 是毛发的脱落期 毛发会有不同程度的脱落 那脱落的情况呢 也是因人而异的 进入毛发脱落期的时候呢 不要太担心紧张 这个都是正常现象 三个月后 毛发就会开始慢慢的长好 九个月到一年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外观了 哦 不知不觉 巴拉巴拉了 好多 希望这一期视频呢 能给想要去直发 或者准备要去直发的朋友 一些帮助 其实我觉得直发以后吧 脸都会小一圈 而且看上去吧 年纪也会小一点 一点都不夸张 那我之后呢 还会不定期的跟大家分享 我直发后的状态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给我留言 我看到了 会一一的回复你们 拜拜